特朗普又被爆料了 据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夏季 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曾坚持要求在白金汉空过夜 尽管被告知白金汉空正在进行大规模装修 白宫还是多次找借口重申了这一要求 据悉 特朗普于2017年1月 被英女王首次邀请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但直到2019年夏天 他才接收了这一提议 每日电讯报近日爆料称 当时在沟通这次行程时 白宫助手告诉唐宁街 至关重要的一条是允许特朗普在白金汉空过夜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 特朗普期望得到与他前任奥巴马一样的待遇 毕竟奥巴马在2003年访问期间 就与妻子米歇尔一起住在白金汉空 而小布什访问英期间也住进了白金汉空 但是特朗普的这一要求被王室拒绝了 因为2019年6月访问期间 白金汉空正在装修 甚至一些王室成员也签了出去 然而特朗普并不甘心 报道称 尽管大多建筑物区域都已关闭 他依旧坚持在这里住宿 这导致唐宁街助手 不得不细致研究翻新计划 以适应白宫要求 但最终特朗普还是没能如愿 除了白金汉空以外 在伦敦女王还有一处官邸 温莎城堡 特朗普首次访英时 曾在温莎城堡与女王喝过下午茶 据悉 那次访问并不愉快 英国也没给特朗普住在温莎城堡的机会 报道提到 在预期计划中 特朗普被安排在伦敦摄政公园内的 美国驻英国大使馆 温菲尔德官邸 但一位白宫顾问透露 他们担忧附近的声音会在早上吵醒特朗普 每日电讯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称 特朗普一直怕被前任比下去 白宫顾问们也担心这种麻烦 于是他们创建了电子表格 其中详细记录了访英时 美国总统们的待遇 包括奥巴马和小布什 如果特朗普提出了某种要求 白宫顾问就可以通过表格对比 内容细致到游行队伍以及提供了什么晚餐 白宫一位消息人士称 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和总统办公室主任 都要求过提供该文件 特朗普几次要求在白金汉宫过夜 最终还是没能实现 心中也会不愉快 不过英国人对此则十分开心 当时英媒在报道中庆幸白金汉宫在装修 他们担忧特朗普会被安排在里面过夜 美日经报甚至幸灾乐祸的在标题中称 特朗普不被允许住在白金汉宫